很幸運 我讓你有這麼好的機會 來對我很親愛的台灣文學的前輩者 因為貴先生的作品 來寫到瓜叔 因為今年我剛好對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的台灣文學組別 所以在我讀書這段時間 剛好學校比較開學 很幸運 我第一次去學校開台灣文學的課程 所以我的老師 習修路路師 他對我 有課很多台灣文學組別的文學裡面的 很好的部分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發覺到說 因為 這篇尚佛夫是他生長非常重要的一篇文學作品 尤其他的內容 包含到因為本人在日本時代 苦苦生長的生活經驗 跟他思想體驗的過程 所以是一部 真實科技 又詳細的文學作品 所以那時候我跟厚生在處理的時候 都不敢太多勞促得含糊 在那時候 歌曲完成後 我們才發現說 哇慘了 非常像古早時代的老父父的草小布一樣 漏漏長 所以這條歌 等這樣高興的時候 我先簡單介紹 他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 沒有聲音 第二部分是唱得 較好聽 第三部分是 我不是吏哩 這條歌 역 Intense、ứng vic 也無很多出頭 所以待會大家聽完有麻煩 不可以忘記在歌唱完之後 給大家鼓勵 真聲鼓勵 謝謝 阿不可以啦 阿不可以啦 我姓你是中